香港选手吳安宜奪得英国公开赛冠军NG以4-1击败泰国选手Minknature,职业生涯首次奪冠。 面对失去几乎所有资金的威胁,香港的斯洛克运动员一直在尽最大努力说服政府改变明年将他们逐出精英体育学院的决定。 周日,吳安宜职业生涯首次赢得英国公开赛冠军。 从香港体育学院的精英名单中除名将导致高达80%的经费削减,并剥夺运动员使用最好训练设施的权利。 这是安宜在14年多的职业生涯中获得的第20场世界排名赛胜利,格里菲斯说。 他能够在这项运动中保持这么长时间的领先地位,这事实证明了他的职业道德和精神力量。 他努力又聪明,是香港所有年轻运动员的绝家榜样,33岁的吴继在澳洲王亚尔巴尼亚获胜后,以4-1击败泰国选手Minknature,赢得了他本赛季的第三个排名赛冠军。 但在冠冠军中击败前世界冠军瑞安·达文斯的世界排名第二的选手张北会与王健林、傅家俊和张家为一起参加6月的世界循迴赛。 两个资格赛名额将被取消。 的女子世界冠军白玉露和排名第一的纳查鲁特。 格里菲斯说,在政府考虑将撞球运动从体院设出的消息笼罩下,我们的球员仍能取得世界一流的成绩。 这样所有参与这项运动的人都为我们才华还日,敬业的球员感到自豪。 我们现在的重点是继续努力,不断取得更多成果,试图说服政府让我们在体院保持A級,直到我们重返2030年,多哈,亚运会。 中国香港撞球运动协会主席罗永中也表示,球员在巨大压力下的成绩值值得肯定。 我认为他们的韧性和能力解释了为什么撞球是一项美级运动,并且应该如此,他说。 我只是看不到任何明智的反驳。